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的无限箱子,无限装备,无限资源,无限经验值的方法 当然呢,这个方法实际上在去年2019年4月6号刚开服,没多久就已经有了 那时候全世界都在疯狂的注销上线,注销上线疯狂的匹配冲突战刷箱子 那么呢,这个bug呢,它今年又回归了,只不过换了这种形式 那么呢,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这种全世界大量用户注销上线,注销上线的行为呢 是不会导致服务器崩溃的,也不会导致玩家平方掉线,预备的服务器呢,还是承受得住的 这个bug的回归呢,是在本周上发现的,那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刷了 到了第二天,周四下午例行维护了之后呢,预备的服务器端呢,出现了点技术问题 而且呢,还推送了一个更新不定,导致玩家呢,平方掉线,平方散退,CPU占用率过高 那时候有些人就开始认为是我们卡bug,然后导致服务器平方掉线 然而并不是,后来呢,开发主发了条推特,说正在排查服务器端的问题 并于晚上10点半的时候呢,解决了服务器端的问题啊,维护了15分钟 后来呢,服务器就有回复正常的,到现在呢,我们还是可以刷这个bug的 平方注销上线呢,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去年一样,服务器是承受得了了 那么呢,这次更新之后呢,导致的Uplay占用率过高啊,CPU占用率过高 游戏闪退,这些现象呢,与开发主表上呢,正在调查 希望下次能推出博定,优化一下解决这些问题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都市废墟这个控制点 那么呢,到了这个控制点之后呢,这里有4个柜子啊,可以打开的 这4个柜子呢,有时候你可以拿到制作资源 有时候可以拿到水啊,食物啊,零件啊,这些可捐赠资源 还有一些杂项 那么呢,接下来去找控制点的军官捐赠一个食物啊,一瓶水啊 都是可以的,就可以获得一个箱子,看到没 我又获得了一个季度物品助长相,那么呢,接下来我们注销重置一下这个控制点 注销了之后,重新上相,我们又可以收刮这4个柜子了 又可以捐赠食物啊,获得水啊,给那个控制点军官 又可以获得一个季度物品助长相 那么呢,就是重复这个流程,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季度物品助长相 如果你不想要柜子里面的这些资源的话 可以去倒立的起重机,效率比较高 同样的,你和军官兑换的捐赠一个食物啊,获得一瓶水 就可以获得一个季度物品助长相 然后再不断的注销上线啊,又可以这么重复的刷了 那么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是不需要注销上线的啊 你要知道的是,华盛顿的服务器和纽约服务器和暗区服务器是分开的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只需要传送去纽约 这样的话就可以切伏,切伏重注下控制点 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传送去纽约的控制点 那么呢,这样的话就是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控制点呢 来回传送,来回刷,好,我刷完了这个控制点 那么呢,接下来回到华盛顿 先传送去安全屋呢,再传送到旁边的控制点 这样的话,效率肯定没有注销上线那么快的啦 那么呢,这个方法呢,据说是你要赛季等级达到15级以上才能触发 那么呢,接下来你就可以愉快的开20个箱子了 开出好东西的话可以留着 开出不好的东西的话可以拆掉卖掉 或者说抽取到数据库里面 好,接下来呢,你把阵令全部打开 英雄难度 接下来教给大家的是无线XP,无线经验值 这个方法呢,也是去年就有了 但是呢,那时候没有阵令 所以说经验值加成没有那么多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八场 我们先打第一回合,让第二回合失败 顺便一提,这个第三回合的经验值被砍掉了 从32万砍到85万 但是呢,这个方法还是可以刷的 大家不用担心会被封号 因为从去年刚开服到现在的一年的时间 已经出了很多个bug 我们玩bug都已经玩透了,都没有出事 如果要封的话,是要封一大片人的 因为每次bug出来的之后 几乎整个服器所有人都在刷 你认为他会一下子封掉全球起码百分之七八十的玩家吗 好,我们刚刚第二回合失败了 然后跟训练员互动一下 又重新开始了 好,接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直接打通关 打到第四回合,结束结算 那么呢,第二种选择呢 就是让第三回合失败战的话 还能拿到85,880的经验值 然后再重来一次 这次呢,我们就可以打通关 打到第四回合 就可以拿到329,805的经验值 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传送去下一个靶场 就比如说这个马丁路的这个靶场 接下来也是和刚刚一样的操作 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的话 你可以第一次只打第一回合 让第二回合失败 然后再次尝试 这次尝试了之后呢,就直接打通关 假如你的地图上没有靶场怎么办呢 就挂机挂斗啊,靶场刷出来为止 那么呢,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逾期 据点必须要多 这样的话,靶场活动才会多 如果你不想挂机的话 可以去打打英雄五阵链的据点 不会很难 那么呢,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刷不刷取决于你 如果你要刷的话,那就抓紧时间了 说不定晚上就要被修复了呢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全境封锁二最新的Bug攻略了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